和奇幻网正在全球直播 好的 不方便进入Zoom会议室的 就可以点那个链接 可以直接收看了 好 现在咱们开始了 好的 各位老师 各位全友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王顺昌 欢迎大家收看 由北京南派武术院院长 孙海顺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 南派太极宫进宫的讲座 最近收到不少群友的反馈 希望跟随老师学习战装 来放松身心 缓解压力 安神定性 促进睡眠 其实大家理解的不错 战装确实能够达到这样的功效 中医常说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神补 心神安定了 睡眠好了 身体的健康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 在我们的中医临床中 也经常发现 很多病号 它的开始就是来源于焦虑 睡眠不好 这也难怪很多中医养生大家 在讲座中经常 言不离战装 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 请到了战装练习的顶级大师 来带我们练功 真的是今天非常幸运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 战装跟太极拳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 要想在太极拳上 有所成就 就要从战装开始 它是传统太极拳的 助手功夫 也是成功的基石 具有这五层功夫 北京南派武术院的老师们 编制了适合于 现代人学习的系列课程 包括进攻 动攻 拳攻 推手攻 散手攻 武行体系 其中的进攻 就是以战装 为主要方式 作为入门 您可以从学习战装 以战装开始 来调养身心 如果学而有余力 可以继续 经修班的学习 如果你是一名铁杆太极拳迷 甚至还能够研修 传承般的课程 将全套功夫 传承下去 今天我们学习练功的第一层 进攻 北京南派武术院 对传统无极装 进行了发掘 整理和编辑 形成了一通 形成了一直 两通 三顶 三圆 三空 有意无意 和得机得势的技术要领 今天孙老师将讲解 前两个要领 一直 两通 其他的五项要领 将在后续的五个月中 陆续分享 好 现在我们有请 孙海顺院长 院长开始给我们讲座 欢迎孙 欢迎孙老师 好 王老师好 各位全友们 各位朋友们 各位老师们 大家好 很高兴啊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在咱们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公益论坛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 和大家 一块分享 我们一些 关于太极拳的 一点点心得 希望呢 能够对大家的 身心健康 有所注意 有所帮助 这个缘起呢 实际上 我们有个老哥哥 就是咱们平台 应该是创始人 瑜伽建老哥哥 他是 我是特别佩服的一个人 他呢 行量非常大 愿意把这个 中国的 优秀的传统文化 向世界 也弘扬 所以呢 跟我说 希望呢 我们也能够做点工作 至于 老哥哥说话了 我作为这个弟弟的 肯定是全力以赴 所以虽然说啊 我也是一个 学了将近20年的 但是在太极拳 这么博大精深的 这么一个 一个中华文化的 瑰宝当中的话呢 应该是个小学生 还是刚刚的 接触到太极拳的 一些东西 我把它呢 分享给大家 希望呢 能够呢 给大家的 整个 健身体的健康 或者说是 心理的健康呢 有了一定的帮助 刚才那个 我们王老师啊 说我是顶级大师 那是 确确实实 那是 鼓励我啊 就冲着这一点呢 大家放心 我们在未来的 这个平台当中的 几次讲座当中 会 言无不尽 只要知道的 肯定跟大家说 绝对不会保守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武术界 或者太极拳界的话呢 有时候可能有 这么一个传统啊 有时候会 会 有些保密的啊 或者有些东西 不愿意 我们都在说 但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这是个好东西 愿意跟大家来 开诚布公的分享 首先呢 我想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 这个题目啊 叫太极拳 因为太极拳呢 大家都很熟悉 太极拳是什么呢 太极拳是内加拳 内加拳的练习 一般都是内外双修 内外双修 就决定了太极拳 必然有内攻部分和外攻部分 这两大块 而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太极拳的推广和练习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外攻部分可能呢 比较容易的进行推广 所以呢 在整个太极拳的红梁的圈子里面呢 外攻这一块 就是我们说的全架的套路 器械等等 是比较的 得到充分的推广 甚至于发展的非常的庞大 你看各个套路啊 或者按照这个全架的进行区分的 好多门派 但是内攻这一块呢 有些文派呢 可能确实是 他们还没有到传承的时机 或者说什么 等等等等吧 各种原因 目前我们发现 就是在内攻修为这一块 在社会上传承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呢 我们就想着 想把这块东西呢 传承出去 那传承出去 你凭什么传承呢 对吧 那你们的内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也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 因为我个人呢 练太极拳是一个机缘 因为我是个受益者 所以呢 从骨子里面 是特别特别喜欢太极拳 也特别特别感谢太极拳 因为我本身 我年轻的时候啊 各个方面的气 应该说是脾气非常大 而且这个人呢 非常的狂傲吧 比较的刚强 身体的话呢 心脏也不是特别好 后来呢 有机会接触到太极拳 通过太极拳的 大概有着 十二十年的练习吧 确确实实受益了 确确实实受益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东西特别特别的好 那么就应该 有义务 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传播和弘扬出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拜了几个老师 这个有王培生老爷这一支的 也有这个实名老爷的这一支的 也有乌兔南老爷的这一支的 几支 就那吴氏和阳氏的主要传承呢 我们是正式拜师进行学习了 那么其实 我们当时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各家各派传承的东西 真的是太丰富了 非常非常的好 有相似的 有重复的 也有其特色的 从某种角度上讲吧 一个是多 丰富 这是好的一面 从另一面讲呢 可能就让人觉得有点好像 因为各门各派 他互相传承 他之间没有一些沟通啊 可能呢 就让人觉得 就我个人就感觉到 有点什么呢 有点有些东西就会 冗长啊 或者有些重复 或者有些不成系统 所以在这个机缘之下呢 我们正好得到了 那个南派的太极公的古谱 和张松熙传的太极公的古谱 它里面有个内功九品 非常明确的 把太极权内功的品级和体系 列了出来 那我们照着这个 照着这么样一个 等于说是目录 或者说照着这样的一个次第 我们就把我们所学的 杨家的 吴家的 这些工法 给它归类 系统化 科学化的编辑了起来 所以大家后来慢慢慢慢学 或者说跟着我们一块玩 会发现 这个不是 有人就会说 这不是王培生老爷子的东西吗 这不是这个 王羽老爷子的东西吗 这不是那个谁 杨家的东西吗 这不是那个 乌图南老爷子的东西吗 对 没错 因为我们 本着传承的 不敢 这个东西 不敢创新的 这个 怎么教怎么学 老师怎么教怎么学 无非就是什么呢 这个太极公 无非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 这个 各蒙各派 我们拜师的这些先生们 各自的 好像 一些经验 一些特色的工法 或者一些 比较散乱的这些 一盘子珍珠 我们呢 用这个 南派古朴的 内工酒品 这么一个线条 把它穿起来了 穿起来了 显得呢 比较有次第 显得呢 也比较的 好像 系统化 科学化一些 这就是方便 我们大家 全面的 去来 学习和认识 咱们这个 中国的太极拳 因为太极拳 确实是个好东西 确实是个好东西 可能我们 刚刚接触 刚刚接触 通过各个方面 比如说有些人 可能通过拳架的 有些人可能通过战装 有些人可能通过推手 来接触太极拳 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 所以我们把它列出来之后呢 希望首先有个全貌 全貌的展现 让大家 哦 这太极拳 大概是这五大部分 刚才我们那个 王老师也说了 战装 练劲 走架 推手 撒手 大概就五大部分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 真心或者说 想学这个东西的话 就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 不至于说 我学了战装 我一辈子就战装 战得非常好了 但是它可能 我不知道太极拳 竟然还有练劲 或者说 我练了劲的时候 我就练劲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不容易 多长时间战装 多长时间练劲 有个整体的系统的规划 可能就这点价值 但这个功法 我们一定要强调 这都是老辈们 就是北派 真的是北派 尤其是杨家和吴家 他们的 就是 老爷子们 系统传来的东西 我们是不敢乱动的 这一点我们是秉承着 传承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 要跟大家说明的 这个南派太极公 他的 大概的 形成的梗概 第二个的话呢 南太派 咱们这个体系 在山改的 或者不能说山改吧 有点像 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 有点像那个 有点恬不知耻了 有点像孔子 山改春秋 就是说呢 我们要精华精炼它 为了方便大家的学习 因为 从这个太极拳的 我本人的学习的经验啊 如果说 完整的 完整的 按照基本传统的要求 全面的练完的话 全面的练完的话 它大概是什么呢 大概是需要 十年时间 所以人家说 太极十年不出门 那真不是开玩笑 我是 1999年 正式拜的诗 之前都不算 之前自己 瞎玩 看书啊 那个自学啊 那都不算 就我正式 1999年 开始跟王国老师 学乌世太极拳 到03年拜了张智成老师 到了 一直到12年 12年 也就整整的13年 老师才说 勉强 勉强的 掌握了全貌 这中间没有耽误 几乎可以 我可以说啊 没有耽误一个月的时间 每周都去 每周都会到 那个老师的家里面 或者到老师的拳场里面去 所以 这是一个太极拳弘扬 我个人认为啊 一个非常非常 大的一个瓶颈 时间太长了 第二呢 太极拳是个好东西 我们要推广 真的是要推广 因为我个人 其实以前啊 大家看啊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爬山 爬一半 就眼就黑的 走不动 爬到山顶 就都能晕倒在那 但是后来 太极拳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跟着老师 爬黄山 下黄山 是吧 上九华山 从来都爬上去下了 一点事没有 这就确实 自己的身体 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这些我 我的脾气呢 也确实自己知道 以前很急 以前而且特别容易动弄 现在呢 哎呀就老开心 天天是乐呵呵的 不知道为什么乐 就是高兴 心里面就是 就是舒服 每天打一趟拳 气血一通畅 特别好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好东西啊 能让身体健康 心情愉悦 这多好的东西啊 每天锻炼一下 也就是 也就是几趟拳的事 但是呢 如果真的按照我们 传统的推广 按照传统的推广 十几年 真的能坚持下来的很少 所以呢 现在还有一支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讲 讲叫简化太极拳 但是简化太极拳呢 它有它的好处 它等于说 让我们练太极拳的基数 拼命就极度的扩大了 现在据说 我不知道是个数据 是真的 我没有核实过 据说现在全球 有练太极拳的人 大概是八亿啊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公布也差不多 这八亿人 他凭什么 扩大到这么大的基数呢 是因为啊 是因为啊 简化太极拳的功劳 哦 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基数之下 也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太极拳了 而且也练了很多年的简化太极拳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些人喜欢 或者更愿意往深处摸一摸的 太极拳里头 那家拳 那招数我们知道了 姿势我们知道了 招法我们懂了 那它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想 就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在南派太极拳啊 就叫什么 精华的内功拳 什么叫精华的内功拳 这也跟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说 以前的太极拳的内功啊 练习是有功力练习的 是要求能够实现格斗的 实际上现在这个社会 格斗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我们只要能在一个 一个什么呢 实验室的场合能够做出来 能玩就行了 保留它的这个格斗技巧的玩法 不需要去争实战 如果这个标准一旦降到这 由能够参与实战 降到什么呢 在实验室的状态下 进行一种游戏式的 那种那种检验 或者说游戏式的那个玩手 我们叫玩手 这样的话 那我们对功力的要求就会大大的下降 时间的缩转 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对外正式推广的 这一套南派太极工双洋体系呢 也通过了这几年 应该从15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编制 编制的话 也有一些这个各方面的经验数据 是今年的 今年的年底通过了国家中医院管理局 对这个标准的专家论证 认为呢 这个东西呢 对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 都有养护和保养作用 叫南派太极工双洋体系 执行标准 已经通过这个中医院管理局 的专家会 今年年初我们很快就会 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 这个在中药出版社正式的发表 就等于为我们这个太极拳爱好者 带来了一个福音 什么概念呢 以前的太极拳全貌 不是说节肢性的 太极拳 它是我们知道太极啊 太极者 是吧 它有阴阳 叫阴阳之母 动静之鸡 那太极拳的阴阳到底是什么 我们很多 有各种说法 实际上在门里面的话 太极的阴阳是有专指的 阴啊 专指的是什么呢 是神所领的气 阳呢 是义所领的劲 大家听清楚啊 神所带的是什么呢 带的是气 义带的是劲 神是什么呢 神就是我们的眼神 的感觉 还有我们的听觉 它是带动我们的所谓的元气 在我们体内周流 意义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思维 带动我们的骨头 带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肌肉运动的这种力 叫阳 气是阴 劲儿是阳 这两个非常重要 我们练太极的目的就是通过战装也好 打拳也好等等各方面也好 把自己身体内的阴阳搞清楚 我的阴是什么 我的阳是什么 我的劲儿听不听我意念的话 也就是我的力叫义与力和 我的义听不听我的力的话 我的力听不听我意的话 我的气听不听我神的话 这两个神和义摘开之后 再给它和上 这就叫阴阳之母 所以它是非常系统 非常那个清晰的 第一步 所以我们要练阳 阳呢 就我们就说所谓的练劲 练劲的话 那么我们就得把这个骨头的东西 全部都搞明白 骨头 骨头是怎么动的 所以这牢库里面叫筋骨要松 第二步我们要练阴 阴是什么呢 阴是气 气的土那在哪呢 并不是在口鼻 而是在毛孔 所以要皮毛 要练皮毛 皮毛要攻 所以筋骨要松 皮毛要攻 实际上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太极圈的阴阳 这两个混同运动 协调运动就是回源 协调运动就是回源 这两个呢 互相的 把劲也给化掉 把气也给化掉 这两个不神之神 无意之意 再往一块和 出的三无一家的东西 就是太极 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 运动就叫太极圈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 我们要真正认识太极圈 你必须知道自己的 明了自己的阴 懂得自己的阳 然后所谓什么 由招熟而后董静 由董静接及神明 你看董静实际上就是 对阳的了解 神明实际上就是对阴的了解 那最后才能 气如太极的状态 大家一听着就特别漫长了 对吧 所以我们花了十几年 但是呢 现在这个南派的这套东西 南派的这套东西 就等于让我们可以通过 一年到三年的时间 完整的去体会和了解 并且能够适当的使用 太极圈的全貌 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样就是为我们下一步 太极圈的进一步推广 时间上节约了 效率上提高了 而且呢 我们把它分成四大块 第一大块呢 就是练法 后面我们会有一个小片 大家会看到 第一块就是练法 就是怎么练 第二块很重要 验证法 你练的对不对 它有个验证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小片人会体现出来 第三个呢 这是我跟我们的老哥哥 我求我们余老哥哥 一定要小帽帽帽帽 就是它的效果 因为它确实有中医的 治疗的效果 因为我不懂中医啊 但是余老哥哥 那是中医大家 所以呢 我们可能会未来 它等慢慢慢慢的 不是特忙的时候 它几期 它会系统的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一动有什么用 那一动有什么用 具体的在中医上面的治疗效果 这就得靠我们老哥哥 来多多鼎力了 最后一块呢 就是一些玩法 就是它使用 推手 摸手啊 很有意思 这是真的假的 那我跟周围说 我跟周围可以明确的说 是真的 但是是在什么呢 实验室的角度 大家互相未尽的效果下 能正能产生这种效果 那这种效果 大家有机会 都可以让大家体验 当然不是真的格斗啊 格斗未必能打个问题 但是在实验室的这个效果当中 绝对可以得到 今天呢 因为第一天 可能就是 我多说了两句 把咱们整个南派太极公的 他的思路 他的目的 他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给大家简单的呢 少到了两句 主持人 要么咱们现在开始直接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 这个 咱们的教学片 先放一下 好的 现在我来播放23分钟的教 23分钟的教学片 请大家收看 我来分享屏幕 大家好 我是北京南派武术院的孙海顺 今天呢 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先天无极公当中的 无极庄的练法 也叫进宫 进宫 进宫是什么呢 进宫主要就是 我们原来称之为 叫无极庄 类似无极庄的这种庄法 这个庄法的基本原则 是一直三顶三顶 保持外山河的生法 本阶段的教学内容呢 可以帮助学员矫正身形 使骨正筋柔 气血流通 身体通常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请我们的模特 先给展示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孙海顺 这位呢 是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南派武的区院 优秀的 张老师 对张老师呢 是我们的这个模特 长期的模特 为什么 他已经啊 练无极庄 曾经一天四到八个水 坚持了八年 可以说这个无极庄的功夫 相当的深谈 所以我们今天请张老师来给我们做无极庄的演练的模特 无极庄呢 是太极庄 内功练习的第一步 非常之重要 也是我们南派双阳太极庄 相当重要的功法之一 它是无极庄的进宫 后面还有一个洞宫 就是十三世 今天呢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无极庄的分段练习 无极庄的要求 是一直三顶三顿 两脚与肩同宽 在这种状态下实现一种 自我反观内照 自我觉察的那种练习 第一步 是两脚锋利 与肩同宽 这个两脚锋利与肩同宽 它的标准是什么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肩领隧跟永泉隧 要衣饭贯穿 什么叫衣饭贯穿 这个地方穿一根棍 穿到永泉 这个地方穿一根棍 穿到永泉 左穿左 右穿右 不要交叉 穿上 这就叫衣饭贯这 如果这样的话 你看我这么推它 推不动 验这个 这么推它 推不动 如果对方做过来 还有验这个方式 换穿 我这个手 点上那个 点上那个尖 我点那个尖 我说出来了 我说出来了 如果没接上 你比如说你腰往后抱一点 腰往后抱一点 没接上 折了 你看我一点的脚锋 就出去了 就这么轻轻的一点 这就是一种检验 我们在家练装 站在这个队 请个朋友检验一下 点着你的大概尖尖屑 这个对面的这个位置 往他哪里这个尖窝这个位置 往他的脚跟 一找 你看 没点啥 为什么我一找他 一搓就出去了 我没找穿 没站队 站队快穿 快穿 哎呀对了你看 我这么一点 你看看看看看看 他反弹过来了 这确实有个反弹的力 不要太使劲 你又拿了 你要拿他肯定站不住 就是一点 哎呀对 就是一点 就是一点 这个说明他两脚战阵 两脚战阵的目的 是不是坚定涌泉 坚定涌泉 有这么一样 不要像边一样的 或者像这样的 就像个柱子的 圆桶子的边 它有个边界 这地方要须啊 这个气 最后都归到中漫 最后归到丹田 最后下来 啊 归中 怎么归中 手上须中 所以 这么一站 泳泉 坚定 两个梨花线 这个地方就叫虚中 你胸口就虚了 这个胸口中到虚出来 这么一条路径的轨迹边界都出来 这是我们的中漫 你的轨迹 你的边界在哪儿 可能我们的韩兄寡辈成年 它主要就是为了松空之一段 但是前提是 这个地方一定要有 我说一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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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 丢了 肩颈刹 找永远 哎 对 肩颈刹 肩颈刹 找永远 你看 你看 看我 点 没有 通过没有 你们要往上去呢 我说没找 没找 啊 肩颈 哎 肩颈找永远 点了 别推 点 点 点 哎 哎 是靈姐 哎 你看 找人 嗯 是没找 可以找 一推就走 一推就走 所以这一点非常明显 只要你找人 坚定 只要你找人都可以了 还可以吧 你都没有 对吧 要点不动 你为什么呢,比如东大,你刮一下,睡一下,你又不找,你又不找,你别让我站起来,实际上根本都不稳,你让我说,稳吧,看似稳吧,来推 所以为什么太极啊,站着啊,不讲的四平大法呢?四平大法实际上不稳,你站着四平大法呢? 你觉得挺稳,你看,就这个地方,一找你空挡手,你看,出去了,这不用使劲了,但是你站里面的什么,坚定找好用权,坚定找好用权,对,你看,我这不应该找你空挡手,还乱了,大家试一试摇,一找他空挡手,哎,这不对,你还找他出去了,没找着,空挡手下去,哎,这个 下去,这边下去,再,一找你空挡手,你看,踩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你找你空挡手,这好处,哎呀,你找空挡手,你看,就不行了,丢了,怎么回事呢?好,两脚不够,一块就跨了,看到没,串了,跨了跨这个脚,可以说,你看,大家注意啊,就差这一点啊,就差这一点啊,就差这一点啊,你看,你看,有了,找上了,你看,哎,丢了,哎, 哎,有了,哎,有了,你故意丢了,踹个,歪点,断了,弯了,一找空挡手,还有吗?所以这两个脚非常重要,与肩空挡,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两脚与肩空挡,不是随便便说的,啊,两脚与肩空挡,不是随便便说的,所以或者,两脚与肩空挡,练出什么呢?练出两股劲儿,这好像这个泳拳啊,跟肩颈的通风挡, 它跟肩颈的,它跟肩颈的,像个两扇门啊,人啊,手是两扇门啊,门轴在哪儿?门轴就在肩颈和肩颈,这是门轴,你看,推后一说,它推这边的时候,这扇门开,你看,我不是这扇门在动,比如说我推手的时候,大家都说推手,对不对?我理念的时候,不是这个在动,不是这个在动,啊,这个在动,它是使劲,对吗? 肩颈,泳拳,这个轴在动,它推门吧?我推,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对吧,对吧,你推不可以打开吗?推过来,你打开吗?推就挖了吗?不是手带不过来推挖了,你不是说对方就说,哎,哎,哎,不过来不动,看吧,这就是我们的玩法,啊, 最后站了,站到一个份上,站到什么地方,站一会一站,大家先去找别的 练工作,简单,专注,小不好 就找坚定有钱,先找点,先把两脚与肩捆快,这句话来说 原住人练,既然坚定有钱找到了,这个练找到了,这个练找到了,对方 正好我这案子好,我这个帕上门开,我这帕上门它推了,我就看我 这个帕上门还能动呢?你看看这个帕上门还能动啊? 这不是两扇的,手是两扇门呢? 手是两扇门呢?不是这样子要做,不是的,它就是个门板,门轴就在这儿。 所以你开也好,合也好,你打拳的时候,开也好,合也好,什么?这个轴很重要,你看我手动的时候,手动的时候是这个,这个动,这个动,你看这个轴都动了,对不对? 这个轴都动了,这都是这个轴,上下相随,太经常讲的,上下相随,怎么上下相随? 上下相随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肩精涌泉一条线连成轴,你上下相随就有了,不让你上下相随就有了,你手一动,你看,手一动,这个地方一动,脚心就会转,能不上下相随吗? 他能不上下相随吗?这一句话,不是说我们要上下相随,你想着我动,你想着我动手,再动脚,不叫相随,先动手再动脚,不叫相随,那怎么叫相随呢?对不对?这个轴出来,同时动,同时动呢? 叫一动,无有无动,一进,无有无尽,这是玩法,大家呢,在占这两个装的时候,他的用法是什么呢? 有什么作用?轻气上升,浊气下降,水归堂光是石归大厂,把你的各方面的东西都摆正高,这是很重要的,把你中间一条道挂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基本功,这是他的作用,好处,比如说你这个人头有点晕,头晕啊, 这个内气,内气冲上来了,哎呀,头晕咕咕的,对不对?那你站着一个床,肩顶,一朝有钱,哎,你看,这个气就下来了,这气就下来了,这下来了,哎,头顶头都会清亮很多,比如说你胸口啊,发梦的,哎,等等,只要上半身,过于沉着,过于厚,过于浊, 气密上行的,通过站着床,他都能下去,都能下去,都能下去,有点浮肿的,身上水大,比较重的浮肿的,通过银上,头宠跟猪头似的,是吧,哎,他都能下去,哎,通过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床的用处就很大,叫清浊风清,对不对?浊着入地,清着上天, 这部床,第一步叫,什么呢?叫,凉脚与肩痛快,平行开,平行开,站在一条水纹线上,这就是要求,好,我们今天呢,重新来,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咱们这个无极庄,的第一步,凉脚与肩痛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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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脚, 肩颈和泳泉贯穿如一条线 这就是第一步的练法 可以练一段时间 然后对它的检验是什么呢 是对这个泳泉穴 就是肩颈穴附近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走窝 这个这个有窝上 肩窝上 肩颈缺乏那一块 在肩颈缺乏那一块 按压了哪呢 想着这个指头啊 摸到它的脚后 摸到它的脚后 只要你摸到脚后 你都被抬走了 摸到脚后 你看 他就被站在那一块 就丢掉 肚子鼓一点 你这还这样子 对吧 你看 一摸到脚后 噶到脚了 这就是对他的验证 作用呢 作用就是 轻浊风轻 中外的道化出来 所谓的轻气上升 浊气下沉 石柜大山 水柜汤光 可救各位 身体如果气机比较乱 或者说什么呢 热气上涌 或者被谈毙住了等等 反正只要气机混乱了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气机各救各位 这是他的用处 最后他的玩法 他在玩法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这个地方 跟这个脚 有一个轴 他一动 你看看 比如一动那个手的时候 你这个轴动 这个轴动 哎 一动这个头 对吧 你跑这边 一动这个轴 不要用手动 这个轴动 这个轴顶 哎 对吧 这个轴 你看玩 可以 你腾进 你腾进啊 腾啊 腾啊 我这几样 腾腾我 腾我 怎么说我呢 怎么把这个轴 这个轴 整个轴 抓 抓 抓 轴 轴 轴 我就给他 他 那种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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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轴 你打手 你折了 你折了不行 那你就饿呗呀 你看 你饿呗呀 真饿呗呀 这一转 叫手 是两扇门 全给你 脚打人 对吧 这两扇门怎么开的 比如说 双方 推这么轴 推这么轴 更简单的 你推吗 你开这个门 我就开这个门 你开这个门 我就开这个门 我这个轴啊 你推我门 门轴转了 我不是这个地方走 不是这个地方走 不是这个地方走 你看好多人都走 走到这个地方走 是真饿的地方走 然后就门轴 门轴在转 你说你推我门 下 我帮门 下一个东西 门轴才动 你就可以玩了 你就可以玩了 对吧 就这个地方 这个尖 尖底 你看 我的尖底 这个尖底 这个尖底 这个泳泉 往这边转 这个尖底 这个泳泉 也往这边转 这是两个轴 两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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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轴 你看 这两个中间是空的 这两个中间是磨的 你看 这是这样子 你看看 这两个轴 这两个轴 这不是说一个轴 它不是这个 它不是中间这一个轴 不是这个 这个你就别死了 这个你看 这两个轴 这两个轴 两个轴 那手都还这样 玩 所以它 我这门 就是你推太大 而不是我手在拂了它 你不是我手在拂了它 哎呀 拂了不动 拂了不动 看 就这个 大家都可以玩一会儿 手是两个下门 修行在各人 哎 吹手也行 吹手这一推 这一推 你不管这手都是假的 你不要在这毛上的手滑 扶着它不动了 不动怎么办呢 肩颈 拥拳 一条线 轴断了 轴断了 你不是那边想着手 手不能动 手一动都给了 手一动都给得办 手不动 扶着它 哎呀 累了累了 谢谢你啊 看你的拐棍 手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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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站在第一个 在太极里面就够用了 大家就可以推手玩 单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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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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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吗 这个动吗 这个也动 这个第一动 你看 这两个轴 这个轴 控制我这个线 这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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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轴 我控制我这扇胸口往里抬 这个 这个呢 控这个轴 这样转 胸口往里抬 这个 这样转 手呢 送的这个 往这样抬 手这样抬 嗯 嗯 嗯 是这样子 嗯 这个单推到这个时候 两个轴都转 他两个轴都转 他不是说一个轴转 他不是说一个轴 他要一个 就是一个主轴 推到这啥 你看 对不 跟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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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多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不是憋死了 你不是往里抬去哦 你往里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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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还是不拉到这边来 嗯 如果你以中间为轴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以中间为轴 他这么推我 我要往里抬去 我要往这边画 是不是等于顶了 嗯 明白吗 你踹底片 如果我一顶 顶上 都怎么会画这边 这个轴 这个还有一个轴啊 明白吗 听懂了吗 他说推你 我推你 这个是一个轴 这是一个轴 这是一个轴 可以撒手 我还推你轴 这个轴 这个轴 再弄这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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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撒手了吗 所以干脆手就可以用 哎呀 哎呀 你动手 你没转出来 你看看动手 你看 我也想动手 你看 不要动手 手搁来轴 转轴 转轴 哎 你看 这个轴 你转 这个轴 这个轴 哎 转 哎 可以玩了吗 哎 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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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单腿手 就是单腿手 转一个 哎 一定要转 这个轴 中轴没转 所以说练得很习惯吗 对不对 中轴怎么转 因为他没练 他没教他 他不知道 这两条手 像这条手 三条手一出来 立体就出来了 对方很难 很难吃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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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推到手 就推 嗯 这个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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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没转 他为什么没转 他为什么没转 因为我摸这个东西 你想转转的也要好 这就是后面的玩法 但是如果就我要使将劲 他就好玩了 他就拍去了 哎呀你看 你看 他得把我弄弄 哎 我不是将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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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做将劲啊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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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将劲就看我呢 所以太劲啊 即使将劲 你越使将劲 越使将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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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开心 是啊 哎 这就是 两脚 与肩同宽 玩吧 好 那今天咱们讲到这儿 好 下次我跟张老师 再跟大家来讲下一步 头 先讲脚 再讲头 好 我们一个关键 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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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孙老师 我们不放啊 你好你好 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谢谢 对我们平常学习 战装的时候呢 就往往说一句 说肩颈鱼 用拳成一条轴 说完就完了 但是这个动作呢 能够这么精细的讲解出来 就是在格斗里面应用的话 虽然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学习格斗 好的好的 你好你好 我的问题对你来说可能挺小儿科的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无需解答 我今儿早上还站庄来着 站庄的时候 刚才您讲这个特别受益 就是交给我的那师傅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没有时间讲这么详细 我想知道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肩颈泳泉连成一条线的时候 那我们双脚的重心 是不是也是落在了泳泉穴上呢 不是 不是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个两个 两个肩颈 两个泳泉 它是平行的 平行的话呢 这个时候实际上重心应该怎么调呢 就是说 按照传统的方法 就两个大脚趾 就是我们脚目指啊 两个大脚趾的连线的终点 那是我们重心应该放的位置 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想着自己尾巴骨啊 就是尾铝啊 就是尾巴骨一点点延长 支在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鼻子尖是投影 投在那个地方 这两个点接在那 那就是重心的位置 站庄这么找重心 应该我们下一讲会讲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这个留言区留言 然后我们读出来 对 或者是直接打开话筒 直接可以提问 没问题 那个没关系啊 大家这个畅数语言 什么都可以 那我再提第二个问题行吗 好的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太好了 那刚才我看您和您的那个同事一块做检测的时候 比如说我也想做检测 我看我这个东西站的好不好 您说他往哪点 是往这个肩颈这个血往下点是吗 对 比如说您站的时候 你找个朋友哈 找个朋友 怎么点呢 就是不低啊 千万不能使拙劲 就是轻轻的把指头啊 放在肩颈穴上 肩颈穴上之后呢 用这个指头啊 就我们有个新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想着对方的脚心 比如说那脚心呢 做个比喻吧 哎 那个地方好像咱们要吃饭呢 哎 手上拿着这筷子 脚心的有个菜 我用这个筷子呢 哎 去夹那个菜 就这么一个一点灯 往那一点 如果您站得好 就是站通了 对方就有一个 好像碰到皮球上的感觉 不然就被弹过来了 如果说的话呢 哎 可能哪个地方有支点 就是在这条 肩颈和泳泉这条道上啊 他不是正直的 他是弯的 他一弯他不就有支点吗 他就会在这个支点上 您就会感觉上 哎 有一个力量压迫在那 可能就会晃一下 或者或站不住 他主要检验我们这两条线正不正 嗯 嗯 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什么呢 靠这个 这个呃 怎么说 想法 嗯 意念 稍微施加点力也可以 也能也能体现到 也能体现 大家要使 非使次为大的蛮力 他会有 看您的功力了 他会有一个过程 他是推不动的 但是 但是因为毕竟他是有限的嘛 不都松的 没错 嗯 他松的是有限的 他他推进去有一点有一点膨胀膨胀 他找到死点了 那是有可能的 嗯 还有刚才您说的有一个劲 说哎呦你别用这个叫什么 这你说的蛮劲也好 还你要用一个棚的劲 啊 对 这个棚劲是什么意思 棚劲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对方棚起来 他特别像一个就是棚啊 呃做个咱们好懂的比喻 就会抱小孩似的 嗯 捧啊抱着 那小孩使劲 小孩插疼了 是吧 但是您不使劲就掉下来了 他就在这种 这这种松松的这种状态 把小孩捧起来 跟对方接手也是 把对方当小孩 咱呢又给他捧着他 但又不使劲 但是呢又不能让他掉下来 这就是那个捧劲 嗯 嗯 虚虚实实的那种感觉啊 对虚虚实实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方法 你看比如说 呃在这个后期咱们第几奖啊 应该是在第 第第第第 后面有一奖 专门讲彭靖 彭靖他的 老谱里面的 那个说法叫什么呢 叫叫扣引诸顺旋 就是说什么 就是咱们那个丹田里面的气啊 把它呢 散开散成个球 散成个球的话呢 把骨头呢连起来 连到夹急变成一个珠子 我们称之为扣 然后用夹急为圆星 把这个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球皮啊 去带着这个球啊 进行这个由小往大的这个弧形旋转 就这个过程的话就就是彭靖 就是彭靖的练法 好深奥啊 不行啊 其实很简单 一找就有 每个人都有 呃 我听您讲课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特别生动 觉得特别神奇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看您的这录像了啊 就是咱们搞那个晚会的时候 我就看过您的录像 当时您发我来之后 我都惊呆了说实话 我说怎么可以就像电影里演的似的 当然了啊 呃这个呢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就是呃 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 当然这这个在这个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 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呃这个张老师呢 他是有个相手 什么叫相手呢 他听到了这个劲儿 他没有做完全的变化和博闪 就是按照这个劲儿的话呢 他就呃展现出来了啊 啊就是我们比如说 一个生人在试的话 也有效果 但不会像他这么这么的明显啊 嗯 他是一般生人的话 他比如说一下把他重心拿了 他一空 他可能会下一次的闪躲 蹦一下或者或者躲一下啊 他是这个是效果肯定会有的 但是像他那种完全把这个劲的路数啊 就是把这一个劲儿打到哪儿 他完全给展示出来的这样的效果 呃未必会有 嗯 明白明白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什么呢 呃呃呃 就是说呃 张老师他听到这个劲儿之后 他在展示这个劲儿的运动过程 但咱们如果真的跟人到慢 比如说一种一种类似一种 一种不是配合 或者说不是那种呃 完全的按照你的劲儿走的话呢 他就是这就是里面很多手法了 他呃呃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一点人的泳拳 他有支点了吗 哎他可能会调 他的支点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你可能就得换个手法 去找他另外的一个死点 他可能把这死点丢了 然后你再去找 他中间可能有个揉摸的过程 然后哎 把他打出去了 那就是另外一种手法 那种那就是不是不是在学 那是在玩 嗯嗯嗯 我特别喜欢你用这个词玩 嗯 对对对对 嗯 嗯嗯 大家有什么都可以问啊 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我想问一个问题 阿明说 呃 如果是自己在练的话 呃 吴吉公怎么怎么去验证 这个肩颈和泳拳在一条线上 非常好非常好 实际上自己练的时候啊 呃 有一个办法 有一个办法 这就是我们老先生老说的叫 照镜子的办法 呃 真找一面镜子 真找一面镜子 就是你你你你你比如说 一个能把自己全貌能照下来的镜子 完了一站 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用权 也看到自己的肩颈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是用自己的看法 看不是想的 一定很重要啊 这一点 就是说 看到自己的肩颈和泳拳中间有一条连线 如果说我们自己练用余光看 比较难 所以说你就照镜子 就在这个镜子上 比如说 哎 你 看你镜子里头的那个人 你的肩颈 往下到脚心 画一条连线 你就用眼神看着他 你对应的身体就有反应 效果就非常好 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还想千万不要想啊 这一想的话 因为这肩颈和泳拳练的是气 气呢 归眼神管 或者归感觉管 可以感受他 可以反观内照他 但是不能用意念去想象有一个 那内地就进去了 内地就进去把道都堵了 这听起来有点玄乎 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看到了 就是就是我 我看到有这两条线了 但你不要想这个线是粗啊 是细啊 是大啊 是小啊 是红的是白的 不要想这些东西就行 好的好的 跟着老师慢慢练 对对对 孙老师 你好 假如我们在检验这个 肩颈和泳拳的时候 发现其中有一点 就像您说的是没有直 堵在那了 那么针对这一点 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比方说前后左右上下这个 怎么才能够去找到那个地方 克服它 是 就刚才我说的 从上到下再往下顺一遍 再顺一遍 从头顺一遍 再顺一遍 照镜子 对照镜子 或者呢 如果老方我们当时练的怎么练呢 我们当时练的怎么练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大家开车都会开吧 都会开 开车 看后视镜的那个余光 不能用 不能用这个 我们所谓的石神啊 就是不能用去 往前看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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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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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东西 要用那个后看后视镜的余光 这种开车会开后用余光吗 看两个就是用余光 看自己的耳朵尖 看自己耳朵尖往下顺 到垂路 从垂路到肩顶 从肩顶到涌泉 往下顺 就这么往下看下去 一直看到脚星 这就一一顺就有 就行了 一定要用余光 就可以 嗯 好的 咱们的聊天室里面 有几位老师的这个问题 我来读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啊 好 嗯 好 等一下啊 嗯 还有一位老师说 我先从头往外 从从头往下 嗯 嗯 有的老师说 嗯 朱莉亚说太棒了 嗯 还有人 还有Vicky老师说 太妙了 精彩 嗯 谢谢 嗯 王可杰老师说 孙老师太精妙了 嗯 咱们第一个问题呢 我先说一下啊 第一个问题 他说 金志刚老师问 说久力伤股吗 嗯 久力伤股吗 他的意思是说 战庄的时候 战时间长了 对 对 对 所以说啊 这个战庄的时间啊 一般情况下 正好趁这个问题咱讲一下 起点呢 就是如果说 呃 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 20到40分钟足以 啊 养生的效果 如果再想练点功夫的话呢 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能一天 站的时间太多 那肯定是 呃 如果说 只练 坚定招勇权的话 只练坚定招勇权的话 肯定是伤生的 但是如果全套的都练完 把自己的这个 逆二气全部练起来 整个人飘起来 无极庄站到后来啊 你别看 就是 这什么呢 整个人 真的是有种深恳感 就整个整个人 站 我的感受啊 站的时候 脚底下好像有 真的踩着云彩似的 整个人是飘起来的 而且毛孔完全放松的 肌肉是完全放松的 变成了个球似的 变成了个气球是搁在这 呃 反正我的经验的话 站完了不累 舒舒服服的就得了 不用去 努 就是万事皆求自然 站到自己最高兴的时候 比如我站两小时最高兴 我就站两小时 你别说不行 我得练功 我一天我站六个小时 站那愁眉苦脸呢 那就杀人了 我我要是能站五个小时 我开心 我就站五个小时 其实也无所谓 每个人每个人不一样 是吧 我能站八个小时 我开心 我站完是浑身舒服 那也不会伤身 但是呢 不行人家站五个小时 我得站六个小时 到三小时就开始浑身难受了 哎呀不行了 那那那肯定伤 所以是因人而异 嗯好 回答非常精彩 谢谢 嗯 另外一老师 嗯 王可吉老师问说 谢谢孙老师 太精彩了 请教一下老师 转轴的时候 脚跟着转吗 谢谢 哎 这份的要点了 其实咱们那个讲的时候啊 没没细说 只说了半了 说手是两扇门 还有一句话 全凭脚打人 怎么脚打人呢 其实轴啊 轴从脚心开始转 不是脚跟着转 不是脚心开始转 他不是从涌全开始先打 先转 比如这地方受力了 这地方受力了 从脚心开始带着涌全转 而不是涌全带着脚心转 所以脚肯定是转的 嗯 用全带着脚心转 对 所以脚底下起头 手上是完全放松的 手上是完全放松随着他 他怎么非 只要咱们粘着他就行 但是他 他这个地方 赶咱们的手 对咱们的手 咱从脚底下硬他 脚心硬他 穿上一转穿一转 这样的话 这个就比较轻松了 咱还可以试一试 尖打头的话 这地方容易僵 如果脚心打头的话 一般情况下 还是比较好玩 对 您说的脚心跟涌全 涌全不就是在脚心上吗 对 我说的是一回事 哦 说错了 奸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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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是 不能从奸领打头 要从涌全打头 明白了 是以涌全为中心 从他打头 奸领再跟着转 对 嗯 这地方一感觉到力了 这地方一感觉到力了 立马就转那个脚心 脚心一转呢 然后这个就带动这个 牵动的这个 牵动这个肩颈 也跟着他一块转 嗯 真的是 通过孙老师的讲解呢 我们觉得这个 嗯 这个太极拳真的是 需要拜师 需要跟老师学 才能够学得好 呃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来分享 把他这些技术要领固定下来 呃 他能够传播百分之七八十 甚至九十的知识 但是那 那百分之十的那个 末十的知识系统呢 真的是 特别难以突破 啊 对 如果跟老师的话 这么一点点去交就特别快 对不起老师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到那个转的时候 呃 两只脚 这个脚底是必须是挨着地 还是说可以抬起来的 可以抬起来 啊 可以抬 就是那个 你比如说 比如说哈 呃 因为这个前提哈 呃 检验这块呢 就是 刚开始站 如果你没有这种贯通的 就是 站这个桩呢 一定 就是站到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站了一个小时 诶 我的这个肩领跟涌泉有种贯通感 真有一个轴 能感觉到 这个时候 他这个轴可以弯的 可以打弯的 他不一定非得是直的 他可以弯的 他随着你的脚啊 你的脚什么姿势 他就是什么姿势 他是打弯的 在里面 他不是一个傻呆呆直的 所以说的话呢 你的脚稍微的往上翘一点啊 诶 或者怎么着啊 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 公布啊 驱布啊 都可以 嗯 没了 还没有体会出来这种 这种东西 还没明白这种是怎么回事 这个的话呢 就是 怎么说呢 其实刚才王老师说的挺重要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呢 给大家问一下 听一下 立马就能感觉到 如果是没那个机会的话呢 您就什么呢 就先不着急用 先站 就站这个 你会发现他有个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 建立个涌权 你是想对 实际上他是对不上的 但是功夫嘛 就是他时间 稍微的站一段时间处 有时候 诶 可能我站了 一个星期 或者说站了五六天 突然感觉 肩领跟涌权 他真的是 就像眼井似的 他中间是空的 他是空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 你走路的时候 你包括你可以试一试 走走路抬抬脚 他都是 他两之间都有一个联动的 这个时候转这个轴子 效果非常好 老师您好 那我想问一个 这个比较太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练的时候 我那个脑子在想什么呢 我不能用意念去 但是我这脑子又怎么才能 怎么做才行呢 脑子怎么说呢 我建议啊 嗯 就是说 呃 今天咱们只是刚说一个 这个 这个肩颈和涌权 今天脑子先不随便 爱干嘛 爱想啥想啥 可以 其他都可以想的 啊 对对对 爱想啥只要你余光看着两条线 想什么都行 对吧 呃 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都行啊 就是今天就是这一段啊 因为后来 因为咱们这个 他是一点一点的 就是说 把这两条线站通了 下一步就得开始 练筋骨了 筋骨呢 就纯意识的东西了 头 胸 腰 髮 膝足 怎么摆正 下一步的就得老反省了 我头正不正啊 我胸开没开 我腰骨没比 我发松没冲啊 膝盖提没提啊 脚踝的打没打开 哎 哎 等到下一讲 我们讲的一直的时候 咱们的思想 这脑子就用上了 就老反省自己的行 但是不要用意念有意的去想 肩颈和永泉 要他给他贯通 不要 肩颈和永泉不是意念想的 OK 嗯 对 意念是想什么呢 下一步是想头想脊柱 主要是这个骨头有关的 是意念想的 哦 谢谢 谢谢 对 我还想问 就说我站的时候 两只脚是要平行朝前的是吧 平行 一定要平行 不要内外八字都不好 对对 我如果舒服 我肯定是八字呆着 就有意的要让他朝前 平行平行 对有意的朝前 为什么呢八字 可能穿高一点穿多了 都容易 是 那我如果朝前 等于我 我别着这个脚 然后腿还要有一点弯曲 是不是上身就得往前请一点了 哎 您说对了 这样一定要往前请一点 他那个重心放在哪呢 放在前脚掌 后脚跟要稍稍的须着 后脚跟千万不要着力 哦 后脚跟的地方学位特别多 一着力就堵上了 哦 好了 谢谢 前脚掌着力 好的 谢谢 孙老师咱们后面这些讲座里面 会陆续的 对 涵盖这些内容吧 对对对对 都会有的 都会有的 因为今天第一天 我咱们只剪一个开头 啊 群友们也别太着急 这些问题呢 以后在后面的系列讲座里面都会有 我们就跟着孙老师慢慢学就好了 对 慢慢练 一点点的涨 大家会 其实我们的经验 因为已经在网上交了五六年了 呃 只要照着这样一点点练 哎 这叫春风润雾细无声啊 大家肯定会进入的 哈哈哈 是的 嗯 就是我跟着这个余老师 这个 呃 学习太极庄的这个 嗯 经验告诉我吧 当这个药灵掌握了以后 上功真的是好快呀 如果要是药灵掌握不到的话 呃 你几年下来的话 都是 都是不能韵化 体会不到什么叫气 对 所以这药灵真的是好重要 嗯 好 我们期待那个孙老师后续的讲座 哎 咱们讲座已经进行七十七十多分钟了 孙老师辛苦了 啊 不客气 我们这次讲座就到此结束吧 好好好 谢谢大家 对 其他观众呢 如果想进一步跟孙老师交流呢 可以扫描这个 我们这个欧洲太极的微信群的码 然后加入太极群内 跟孙老师继续进一步交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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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孙老师 谢谢孙老师 太棒了 非常好 谢谢孙老师 非常精彩 太棒了 太精彩了 谢谢老师 好 再见 再见